好 這個比較醜用 你今天的麵皮好Q喔 你先總是 來 歡迎光臨 來 請進 要內用嗎 還是要外帶 你是 對 我就是 真心的 對 沒錯 是 你好 你好 太棒了 你們見 我今天要喝你的酒 是喔 請進 你要內用嗎 對 好 請進 來 眼尖粉絲立刻認出 她是金曲歌后曾馨梅 包子店內招呼客人 親力親為 來 OK 不會 謝謝你 來 冰斗是你的 對 來 熱的 謝謝 不會 好 請慢用喔 請慢用喔 好 好 來 就這 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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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碗的時候大家都是這樣 只有三個字可以形容 人家 魚類類 真的是這樣 然後每個人這邊貼一塊 地面貼一塊 可是你隔天來還是要做 摔饅頭 切麵團 包包子 曾馨梅享受這種生活 從不會到學會 跟包子摸熟 花了兩年功夫 也甘之如影 捏捏真的 你不好捏耶 你光包包包 尤其是那個酸菜包 還有咕咕包 醬燒包 我們都要在它結霜的狀態 去包它 如果你讓它整個融化 它有油 你根本捏不起來 它會開胎的啊 那你說它整個硬掉不行 為什麼 因為會把皮刺破 所以不是那麼容易 摘進包子世界 才知道原來不容易 從老麵發酵 控制溫度 到鹽巴口味 光是內餡選料 就讓它費盡心思 就是有自己去找貿易商啊 然後自己有開車去找的 所以我們像這一批的 就是我們的酸菜包 就是到那個新竹的 竹東客家酸菜去找 然後是跟小農合作 這樣 所以過程很 很不容易 但是我覺得很值得 對這第一次來 莫名而來 有點好奇 然後也有點說 它在這邊好棒喔 你都要喝 我覺得還滿好的啊 可以這樣這麼近距離 跟觀眾 然後跟客戶這樣子互動 对 我觉得做生意很棒的地方 就是跟我唱歌一样 可以跟很多人群互动 现在是这么靠近这样子的互动 我觉得是那种人情味吧 对 更能够体会啦 迎过幕后更贴近人群 这几年跟着黄乙霖学佛 习近牵划着她学做包子馒头 为了分享卖起素包子当店长 但是自己来 不过我觉得也是因为 我每天都在这边 因为我目前已经把我的重心 都放在这里 所以很多的很多的东西 其实我现在已经非常熟了 所以店长不是在做价格 所以你上去 咕咕OK了 那个都是各十二 酱烧呢 酱烧十二 芝麻十二 十二 有了 OK 好 妈妈 等一下 芝麻 好 我放了 好 好 红豆 在我这边 来 红豆一包 好 然后咕咕 咕咕 咕咕 你拿这个 对 对 有 一旁叮咛的是曾心梅的妈妈 平常也到店里帮忙 做生意面对人群 对母女量其实不难 因为四岁 对阿姨就是裤子多少钱这样子 以前我妈就这样教我们 说你这样给人家务母这样子 对啊 我觉得小时候的那个经验 拿到这边来 我就的确蛮有一笑 因为面对客人的时候的态度 唯一的态度就是笑容 从小是妈妈得力助手 现在妈妈是她的好帮手 妈妈透露 曾心梅会当歌手 自己像个心探 因为她在家里都这样哼哼哼 都哼江卫的歌 我就想说她的声音 不是好像江卫的声音 歌唱比赛都带她去比赛 带她去比赛比赛 人家就发践到 妈妈就发现 因为我在 我们自己在家里哼哼唱唱 我妈就发现说 我女人会唱歌耶这样子 然后就去帮我报歌唱比赛 然后就这样一路一次比比比比 比到五登奖 然后跟人家签约这样 唱歌是兴趣 刚出道是用本名曾小平 踏进歌坛却吃尽苦头 刚出道嘛 那因为刚出道的时候就 就胖胖的啊 不是很好看吗 这我也很老实哦 对 然后就 然后轩胖会在身边人坐計程车去上电台 然后他就会跟你讲说 这样也能来当歌星哦 可是你刚出道的时候 如果今天是你的话 换说是你 你会很难过吧 为什么会唱歌一定要会很漂亮 那时候会这样子想 可是我明明就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一种 然后那时候刚听到真的会很难过 可是自己又觉得很好强 你知道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的眼泪 对 那可是现在回过头去想 我会觉得说那些真的 那些事情会让我自己现在的个性变得更坚强 被嫌长相言语巴凌 心里难过却越错越勇 就像丑小鸭变天鹅 终于获得肯定 拿下两座金曲奖主持有金钟肯定 从此曾心梅三个字奠定演绎地位 对 如果没有那段的经历的话 我不会珍惜现在的人 真的回过头看过去的我 跟看过去的那个时候的 我的身边的人 我会很感谢他们 可能有很多 很多的话我听起来是很刺耳很难过 可是我现在反而会很感谢他们给我那些境界 让我去练习我的心 对 让我更能够去面对更多不一样的人 所给我的感觉跟态度 对 我更能够怎么讲 泰然自若吧 好 一二三 放肯定就好了 对 有了一人全方位历练 现在记账送货身兼数值难不倒塌 内心反而多了份踏实 遇到举棋不定 才找妈妈当救兵 披了两个人要做什么 妈咪 怎么样 好不好 好不好 嘟嘟嘟嘟嘟嘟 这样 这样给我拉 我能够在什么样的岗位上 我就做什么样的角色 像比如说我今天在上课 我就是扮好我学生的角色 我今天在唱歌 我就好好扮演真心美的角色 我今天在这边做店长 我就好好扮演我做店长的角色 我今天回到家 我就是女儿的角色 我今天就是人家老婆的角色 我只是很想要 在自己的本分上好好做 我没有说很刻意想要去跳脱 什么样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这些身份 对我来讲都是一种 学习跟经历 那不容易啦 我觉得这样子的 心情转换真的不容易 卸下大半歌手光环 心境转换 要跟包子店这群人 共劳共助 曾心梅三个字 成了店内活招牌 像我今天也在跟我妈妈讲 我说 我说妈妈 曾心梅这三个字拿掉了 我什么都不是 真的 可是当曾心梅这三个字 冠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歌手 我就是一个艺人 可是真的你拿掉它 什么都不是 所以平常心 曾心梅是歌后 曾小平也是她 如今放下身段 平常心过生活 珍惜这一切 简单的幸福